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TMP 話說我們最近在日本住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時間 這一年多的時間 我們都已經回香港兩次 這兩次回香港 我們都分別有些覺得不習慣的事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回到香港不習慣的事 我們兩個現在就是在東京生活了差不多一年的在日香港人 我們過去一年就在語言學校讀日文 現在就是處於這個待業的階段 等待在東京展開我們的社會人生活 我們今次這條片就會用五大方向來分析 分別就是衣食住行和其他的 那我們就首先不如從衣著方面講一下 好 那在衣著方面 作為女生最大的感覺 我就是覺得香港的女生穿衣服很sexy 因為在日本住了那麼久 已經習慣了日本人比較保守 和比較溫柔的風格 我自己買衣服也變成這個風格 回到香港的時候 突然看到大家都會穿這個小背心 短褲這些風格 這些在香港平時都很普遍 但是作為一個離開了香港一段時間的人 我就突然覺得香港的女生大家都穿得很sexy 我自己就覺得男生方面 在香港買衣服方面其實是比較少選擇 主要其實都是一些連鎖的歐美牌子為主 但如果你想選一些日系或韓式的 其實在香港就比較少選擇 但相反日本就比較多 來到日本之後都買多了衣服 來到日本之後我自己感覺好像男生都容易買衣服 所以在日本其實都可以用一個相宜的價錢買多些衣服 那不如我們覺得食物這個方便吧 嗯 吃東西的話我自己覺得不習慣的地方 就是一回到香港的時候 就發現整條街都有很多餐廳 很多選擇 無論是港式的餐廳 就是雲吞麵 牛腩麵 魚蛋粉 茶餐廳這些 還是去到韓國菜 越南菜 西餐這些 選擇都是很多的 因為在日本 我們已經習慣了每一餐差不多都是自己煮 如果要出街吃飯的話 都是會跟朋友聚會才會 再加上我們在日本是住在比較住宅區的地方 在樓下真的只有很少的選擇 所以一回到香港那一刻就覺得很不習慣 一到樓下就有很多東西吃 是覺得很開心的 但是好像你這樣說 香港真的有很多東西吃 但是在香港吃東西呢 價錢方面其實我們還沒習慣到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 trade off 就是你要享受到 可以有很多東西吃 但是其實相應地都要給一個 比較高的價錢 其實不論是在食材方面 就算是地點 加上所有東西 其實令到在香港吃東西的 一餐的成本 是遠遠比日本的貴的 其實我們就普遍 如果回香港的話 吃一餐可能大便奴的話 可能二三百元 其實在日本這個價錢 已經吃到很多很好吃的東西 那就是真的 還沒習慣這個東西 嗯 就連著基本 可能茶餐廳都要六十元 一餐 但如果六十元在日本的話 已經有很多好好的選擇 那之後不如說一下 住吧 住方面你又覺得 日本和香港有什麼不習慣呢 嗯 我自己覺得 在日本最不習慣的地方 就是 日本我們現在住這個 是叫做Mansion的一個單位 雖然你看到他們 四面牆都是 不是用木做 是用混型套來做的 那牆的隔音效果 其實比較差 那就變相令到我們 就算我們塞進去 製造一些聲音的時候 其實隔壁鄰居也會聽到的 我們曾經 都很想其實聽到隔壁鄰居 在那裡唱歌 或者在溫習 有一次聽到隔壁 在溫習JLPD的日文考試 沒錯 然後我們就想 不如我們都一起努力溫習 哈哈 那也是 就是 承接他剛才說的 我都很不習慣 日本的房子 是隔壁這方面的影響 所以我一回到香港很不習慣的事 就是發現 香港的家 每一夢牆都很堅固 很厚 隔壁很好 而且地板也是 因為日本的房子 會升高了一級 因為玄關是低一級 入到屋裡面就會升高了一格 但香港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無論在家裡怎麼跳 怎麼打關斗 地板也不會爆爆爆爆聲 但在日本 只要我在家裡跳一下 應該整個地板也會震 所以這也是回到香港 不習慣的事 但是 是很開心的 好 之後就到行 方面 在交通方面 雖然香港和東京 都是一個很方便的城市 但是它的交通系統 真的遠遠大不同 我自己就覺得 在香港的交通 是十分之方便 但是有一個問題 是我不太喜歡的 就是 車廂裡面普遍都比較吵 經常都會聽到前面的陳師奶 和周師奶 在這裡說 今天買什麼菜 去哪裡 兒子的成績怎麼樣 這些事情 然後旁邊的弟弟 在這裡打機 也會開聲音 就好像享受不到 一個寧靜的車廂時間 因為在日本 已經習慣了 一個很安靜的車廂環境 坐車的時候 是可以好好地 利用這段時間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例如我 我就會看書 和剪片 嗯 也是的 我自己就覺得 在香港 那個交通班次 是相對比日本的 例如你可能 錯過了一班電車 那其實 你不會很擔心 會 乘不到電車 回不了家 可能就會想 不如三分鐘之後 再乘一班 就行了 不需要特地 說那輛電車 但是日本 班次是很疏之餘 不論是電車 就算是巴士 基本上都很疏 而且因為 東京是很多人 所以基本上 巴士都會因為 前面有車塞 所以令到它遲到 所以就令到有很多 燃點的情況出現 嗯 我自己覺得 因為東京比較依賴的 就是電車和地下鐵 但香港是有巴士 地下鐵 小巴這些組成 所以當電車 一有塞的時候 就很糟糕了 所以 普遍來說 我也是比較喜歡 香港的交通系統 到最後 不如我們也說一下 究竟其他方面 有沒有什麼 覺得不習慣的地方 回到香港 有一個 我永遠都 一定一定不會習慣到的事情 這個就是蟑螂了 不論我 早上 下午 還是晚上 都一定會見到蟑螂 不論是 樓下的菜單 還是去 餐廳 後巷 一定一定會見到蟑螂 這件事 十分之噁嚇 我想大家 住在香港 應該都很感受到這件事 香港真的很容易見到蟑螂 可能天氣潮濕 再加上 街道上面的東西 都比較密集 所以 很容易有這些小昆蟲的出現 你那一刻有說 其實在日本 真的比較少 在家裡 見到那些 比較小隻的蟑螂 這個是真的 有少少 不習慣的 我來說 我覺得其實 在香港 因為香港 城市 和郊外的地方 是很近 所以其實 香港很多時間 你都可以很近 很方便 去到一個郊外的地方 去行山也好 或者野餐也好 但是在日本 我們上次的影片 去大山 我們自己搭去大山 都已經用了兩三個小時 轉了兩三次車 都真的 挺辛苦 才可以去到一個自然的環境 這件事 都是我來到日本 都還未習慣的 之前也有跟一些 日本的朋友 有聊天 我跟他們說 我去了大山 富士山 高美山這些地方 他們就會說 嘩 你去那麼多地方 旅行 原來在日本人眼中 去這些山 已經是一個 小旅行的概念 但是對於我們 住在香港的人來說 可能去西貢 走過山 去廣島 去廣島 這些其實 都真的是 一個weekend的活動 而未至於 要稱得上 為一個旅行的感覺 這個我也不太習慣 感覺住在東京 真的很難才可以 很近距離 接觸到一些 山 河 這樣的地方 好 我們剛才分享了 關於我們回到香港 在衣食住行 和各自各 一個不習慣的地方 但其實 綜合這麼多東西 雖然來到日本 都是一年多些的時間 但是這一年 我都覺得 已經改變了我生活 很多東西 尤其是速度 所以回到香港 覺得很多東西 節奏都很快 又未至於是跟不上的 只不過已經習慣了 在日本有一個比較慢 和舒服的生活節奏 回到香港就會覺得 好像有點急速 但是總括而言 無論是在香港的生活 還是在日本的生活 我都是很喜歡的 那你呢? 那我自己覺得 其實在香港 相對要走的路 就比較少了 雖然香港和東京 都是一個城市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在東京 總是需要一天 都要走路 就算我們乘JR也好 乘Metro也好 乘完之後 都還要走很多路 基本上每天 走十公里 萬多二萬步 真的很輕鬆 我們去逛山 那天是逛了三萬多 差不多四萬步 哈哈 他覺得不是自己 哈哈 走很多路 這件事都很不習慣 但是回到香港 覺得很方便 就 都變成一種不習慣 我心想 原來我以前是過 這麼方便的生活 好 那這次就說了 我們兩次回香港 究竟有什麼 覺得不習慣的地方 亦都在不同的角度 去和大家 究竟分享了 我們自己是怎麼想的 不知道大家 其實會怎麼看呢 即是 大家是 遊客來 或者真的來日本 居住一段時間 會不會你們的感受 其實都有不同呢 你們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區 那邊留言 那 那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 按讚和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剛才去上野吃飯 其實我都看到蟑螂 欸 哈哈哈哈 不要緊啦 玩過來而已 還有老鼠 好厲害的 老鼠吉祥 米奇 對 你不是很喜歡日本嗎 為何帶這麼多魚蛋回來日本 我喜歡吃 不給我 你回香港吃 好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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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